这真的是我加班熬夜后的脸吗 景光 别想起 真的给我紧出了 这就是贵富粉底的魔力 各位大骗人们 求求你们一定要努力赚钱 这球白我 花得也太值了 我刚熬夜改完脚本 咱就是说现在这个状态可能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一定要给你们撑着录完这几时 因为我的蓝蔻青春粉底液 它到 还有马上天就亮了 那就给你们在不同的光线下进行八小学的实测 看看这个蓝蔻青春粉底液 在我这张晦气的脸上到底是什么效果 每次一刀换剧 我的皮肤状态就特别的差 但没办法又要上张开始了 然后其他博主就向我推荐了 我一上脸就发现 他对我的红红蜜蜜没有负担 特别的贴富同情 我猜是他这瓶里的玫瑰凝碎和波斯伊 有在积极地打不上来 他涂开粉质就好细腻 我可以像某精华一样 涂手将它在我脸上润开 其实它是有半瓶精华在里面的 所以它能这么提 我先上半变脸 你看看 这个光子真的是从皮肤的纹路里面通出来的 熬夜的晦气一下就没了 真是麻烦好别 我把镜头再拉大一点 没有滤镜啊 这种纹理感真的像自己的皮肤那种 整体的遮瑕力也有个六七分吧 主要是粉质这么细腻的情况下 还有这样的修饰力 我觉得也很不错 我把另外的半张点补完 然后去户外的阳光下看吧 纯户外光线下 这个装面的适配度更高 柔光感更强 脸上也奶奶的 一整个被跪死 现在咱们去找个死亡顶光 考验一下 在这个顶光镜头里啊 我真的像鬼一样 但是你看我面子还在这里 这质感还是很高级 就像刺断一样 我服了 刚又被叫回公司赶交的 人的状态贵气 但是这个脸还是贵气 现在已经单装十多个小时了 在全脸没有定妆的情况下 鼻翼还有TG这块有轻微脱妆 但它是那种出油和和皮肤绒在一起的 看起来还挺干净的 总结一下 大漂亮们都给我去赚钱 前期买的美貌是真的行 因为你无论是逛街还是蹦街 就得这种高级有质感的脸 才会有活着 狼扣狼扣 你也不转我的钱谁转了